7月6日创作音乐小财女薛亚涵受邀为金举音乐节站台 在化妆师巧手装扮下薛亚涵化猫妆萌味十足 身为歌手薛亚涵也非常关注当天的金举颁奖礼 她透露原本自己也会出现在金举红毯之上 可是工作太满让她错过走青光大道的机会 而偶像蔡依林也是她认为的夺奖大热门 其实今天本来是有要走红地毯的 可是就是因为要拍戏 然后又要有活动所以就没有办法到现场 我就觉得好可惜 因为我自己也很想要走在那个红地毯上 我觉得可能是蔡依林吧 对因为我对蔡依林姐姐她比较熟悉比较了解 我觉得她这几年来真的也很努力 大家也都很肯定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蔡依林 才刚刚15岁的徐亚涵这次虽未能踏上金举红毯 但年纪轻轻的她以后还是大有机会在金举奖上摘金多赢的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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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